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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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活动 通过娱乐 让学生在里面学习 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亮点 在里面我们发现新苗子 培养新苗子 无论在校内推动科技创新活动 还是教物理 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学生得以成长 老师不单单是上堂 其实我们是教育学生 提高学生的素质 才是教师的最终目的 物理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实验科学 可以培养学生的开发性思维 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可以让学生在整个活动 学习过程中 整个人都活跃 在学校里面 课堂教学 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很厉害 很有耐心 很难问到一条他不懂的问题 讲书 可以很快将一张书说明 一堂课就讲书的重点 再教我们这个方法 很简单地教完一张书 培养学生的兴趣 发展学生的潜能 提高学生的科技能力 都是教学工作的很重要部分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处理 常规教学上 让学生对科长减兴趣 对学科减兴趣 他们自然学科成绩很好 学科成绩很好 爱上这一科 因为这个物理学科 其实自然科学知识非常广泛 可以研探的东西 可以去创新的东西非常多 因此同学会在自己的爱好兴趣当中 找到自己的一个主题 一个研究方向 学生就慢慢会在这方面追索 探讨 会找到自己最后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油烟的进化过滤专制 这个作品 申请了国家专利 另外一个作品 就是今年才研究的 就是污泥 进行净水此理的一个系统 梁老师带领的科技创新小组 获得不少的奖项 但他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学生来学校学习的目的是 增振知识 是通过学习提升自己 培养学生才是我们的目的 拿奖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中 一个肯定 在整个创新路上 其实充满着汗水 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不成功的作品是接大多数 所以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提升比操作更重要 我们需要的是一群学生 参与这种活动之后 他得到的 一种研究的方法 一种学习的方法 一种学习的方法 提升了一种自己创新法令的能力 为自己终身学习 为自己的将来 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 学生在初中高中 十几岁 其实未成型 有很多发展空间 有很多发展空间 那学生呢 到底是发展成怎样呢 老师心目中 没有一个赤独去认识 将来才是说明他今天 我们现在呢 只是寄望他 在做人 在思想品德 在学业 都有增加 都有提升 无论提升 多小也好 他跟做天比 自己是成长了 他每天都是这样 将来他一定是 一个优秀的社会人材 做教师 我家里 从我一族开始 代代人都有人做教师 包括我爷爷那一代 我老爸那一代 我两个叔 到我们这一代人呢 兄弟到我们下面的子女 都有做老师 这个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传统 觉得教师这个专业 是一个吸引人的工程 他的意义呢 不是单单是一份工作 是提升了人 给人一个知识 给人一个准备 教育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平淡 但是呢 在这个平淡的工作 可以做很多东西 可以做出很多不平凡的成绩 虽然说呢 我们是想一堂课 但是一堂课 我们可以给学生好多 不是单单课本就知道 是一些科学道理 做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 社会的奉献精神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也就是品德教育 另外一个呢 都会引导学生 在科学的道路 在学习的途径上传来 我们在工作中 始终呢 都会有这样来的问题 都会遇到 信心或者不信心的 引用古人一句话 岂能振除人意 但求无愧于我心 可以肯定呢 我有竞业精神 我有不断学习的努力 和能力 但是呢 要评价自己是什么老师呢 我觉得呢 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对 对 有没有中国的老师 的教育 那是一切 是个生日 我希望有一个社会 學生一起學習,一起進步 在二十年過去,回想起來 看回我們的同學通過在學校的培養 出來都很有成就,非常開心 教學上,我從來都是學生為本 是自己的一個教學理念 根據不同類型的學生 就採討不同的教學手段和教措施 目的都是培養學生的難民 讓學生有所提升 是我的教學忠誌 是我的教學 是我的教學忠誌 是我的教學忠誌 是我的教學忠誌